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黃蘭英和木桂英說了很多楊六郎對他不住的事 木桂英就說 奶奶,你既然有這麼多冤屈 就應該跟我們回去邊關 在泰軍面前告負他一掌 那擔保一定能和你出一口氣 楊六郎他派八個人抬的大繳來請我 我都不回去邊關了 奶奶,你生我的老爺 難道給個面子找你媳婦也不行嗎 你這次就不去 將來打天門鎮的時候 如果我去請你,那你一定要來坐鎮才好 黃蘭英說 看過先吧 如果是你親自來請我,還有商量 如果姓楊的人來,別只進入我的門口 奶奶,那我們一言為定 行了 對了,奶奶 我聽說西奇州的地方很貧苦 你又剛剛辦完喪事 手頭一定很緊的了 今天,我第一次見到你 沒什麼好孝敬你老人家 我在山上帶了幾棟衣物、首飾金銀 是我的嫁妝 現在轉送給奶奶你 奶奶,你不要嫌棄 哎呀,桂英,那怎麼可以呢 今天我們第一次見面 本應是我封禮仕給你 你才對的 怎麼能調轉頭收你的禮物呢 奶奶,你疼我便收了些東西 去到邊關,你幫我沒什麼用嗎 你收掉它,奶奶 說完 木櫻英吩咐流羅 把八個大籠抬過去 木櫻英一看 這麼多個籠 黃蘭英的車是裝不下 又佈了兩輛大車給他們 木櫻英的四個丫鬟 每個都把嘴嘴嘟到 長到掛得又便宜落 心說 哎呀,小姐你真是大方了 粗粗埋了這麼多年的家庭 全部送給人 楊宗寶見到這樣就很贊成 貴英做得對 這也算是為自己爹 熟悉那些罪過 當時黃蘭英感動到流眼淚 因為她和楊六郎定了婚 還救過她的命 在宋館裡面住了這麼久 楊六郎連一件事都沒有送給她 西奇周確是窮 她花錢又大手大腳 她的確是困難的 現在牧桂英送這八大龍野給她 真是幫她不少忙 黃蘭英抹乾了眼淚 什麼話都沒有說 對著牧桂英這樣說 貴英 我們後會有期 我走了 講完 率領著人馬車隊就去西奇周 牧桂英站在路邊 一路看著黃蘭英的背影 一直看不到才繼續起程 那對小夫妻急急忙忙地趕路 離開邊間還有五里路 楊宗寶就派人走快一步回去送信 好了 離城還有半里 Mike 挺izing 的人聽到裏面 晃 晃 響上24響禮砲 放完禮砲 城裡面湧出一對人 走著的是萬良招戰 后面跟着的是岳省 杨卿 郎谦 郎曼 岑林 柴干 八者九妹等等 正当中是扣准扣大人 除了老太君 杨六郎 和八言王 赵德芳之外 全部都出城来迎接 穆鬼英见到 反而觉得不好意思 他急忙跳下马 步行向前 杨忠宝高兴 今天爹真是给面 你以前没有叫我难做 扣准也走快几步 来到穆鬼英身边 他说 穆小姐 我们奉了元帅之命来迎接 元帅已经在岁府大堂 恭候多时 穆鬼英说 扣大人 我是一个民间女子 努烦各位老前辈的大嫁今生 真的不敢当 穆小姐 穆小姐不用客气 八言王和老太君已经准备好走宴 要和穆小姐接风 穆鬼英又客气了 才跟着大家入城 穆鬼英来到岁府大堂 一看 只见杨六郎在岁岁后坐 左边是八言王 右边是蛇老太君 穆鬼英立刻跪下扣头行礼 文女穆鬼英参见元帅 头军来迟请元帅恕罪 他这样跪下行礼 人人都佩服 杨六郎有什么气都不能消灭 他说勉礼 以前本税怠慢了你 你要多多包涵 杨元帅 是我年幼无知 耍小孩脾气 请老人多多原谅 说完 站回你身 和各人逐个逐个行礼 杨六郎见到 宽起到心花怒放 他想 穆桂英 确是不同一般女子 他有容人之量 有文武全彩 自己真的不及他 退堂之后 杨六郎大排现正 八言王 扣准和老太君坐在上座 左有杨忠宝 右有穆桂英 边关二十四章作陪 大家就开怀唱饮 饮宴的时候 杨六郎有意考问 穆桂英用兵之法 自君之道 以及天门阵等等的情形 穆桂英的对答如流 说到杨六郎心悦成福 老太君宽起到见岩不见眼 扣准是赞不绝口 八言王起上眉梢 杨忠宝不再说了 当然是心患意足 杨六郎说 我打了成半世仗 天门阵我真的一点都不懂 看来不及费应 真是后生可畏 众将官都说 袁瑞都说这样 那我们更加望尘莫及 孟良说 我早就看出我习媳妇洗得了 六哥 不要忘记 我是忠宝和桂英的大梅 杨六郎说 不会忘记你这位大梅 杨六郎又和八言王说千岁 破天门阵以一年为期 到今天 连天门阵的阵门都进不去 微臣心感惭愧 微臣想保举穆瑞英为税 不知道千岁能不能够准奏 当时在座的众长官听了十分惊讶 加工与将他碎印让给媳妇 好 穆瑞英不好意思 他连王说 长久以来 袁瑞你统书三军 见多识广 桂英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女孩 怎么能够执掌军权呢 如果袁瑞不嫌弃了 贝英元在袁瑞帐前听令 白延王问扣准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好 扣准说 这件事都不用那么急 等忠宝和桂英完婚 然后再商量杨瑞人的事 白延王说 没错没错 立即传旨 于是杨忠宝、穆瑞英的奉旨元婚 全军慶賀三日 虽然是新婚 这三日穆瑞英不得闲 他是由杨忠宝陪统去到九龙山 暗中观察了山勢和镇门 杨忠宝还将上次招赞闯门 被鬼怪嚇到暈了的事 告诉穆瑞英知 三日之后 由杨六郎和扣准一起保举 白延王批准任命穆瑞英 做攻打天门阵的大帅 从即日起 三军将士听从穆瑞英调遣 还保举杨忠宝做先锋官 其他的将官随形听令 杨六郎仍然是三关大帅 选了王道今日 穆瑞英登台拜税 任命穆瑞英做大帅 来统领千军万马攻打天门阵 在战长之中 有些就佩服 有些有怀疑 背后就议论纷纷 有些就说 女子自家在闺房里面描农 收奉侍候丈夫就可以 急掌生杀大拳 非同仪欺 真是千古奇闻 有些就说 木元帅打败孟良招棧 生琴元帅父子刀斩白天龙 他一定可以 又有人说 那些不是盲猫撞到死老鼠 这些说话被杨排风听了 生气得他不得了 他说 盲猫撞到死老鼠 你撞我回来看看 我告诉你们 女人就是这个男人 那些人见到杨排风出声 嚇到身身的舌头 不敢嘴硬了 联盲说 没错没错 女人是这个男人的 女人是这个男人的 拜祟之后第二日 木桂英一早起床 梳洗完了 一到五更 就吩咐激鼓声将 鼓声一响 杨六郎和纵委箭将都到齐 扣准和八炎王都来了 都想看看这个十八九岁的姑娘 如何担起元帅这条单挑 孟良照镇 六大雙眼看着 也替木桂英担心她心想 整百元战杖在那里站 真是嚇到客方来的 看看她怎么做才行 啊 这些木桂英全身披挂 她说她 充容不逼 非常镇定 走入碎杖 先向左右看一看 然后来到碎案后面 坐在虎皮交椅之上 孟良心想 行 就看她这两步 看这两眼 哈哈 不算是外行 各位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穆桂英拜了离山圣母为师 学习武艺 离山圣母将全部心血都放在徒弟身上 又交了一张天门阵草徒给她 叫她为师傅帮宋军打天门阵 穆桂英下山回到穆阿宅 一直在研究破阵的办法 天门阵摆了三年 穆桂英足足研究了两年多 对于天门阵一百零八阵的事情 虽然不敢说了如指掌 已经做到空中有数 她父亲不在山寨的时候 木和木铁也不理事 穆阿宅一切都由费英调动 这是她熟悉练兵 巡影、防守、行军、暴阵等等的好机会 穆桂英今天登台拜税 就又旧威又自然 她坐定之后 重将官过来行礼 参见完税 穆桂英说 免 重将官 本税今天初次领兵挂税 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教 港元打开花明冊 点名 点名有两位不用点 哪两位呢 就是八言王和蛇太君 因为她两位是随刑不听令 其余的个个都要点 点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 楊延超 穆瑞英说 楊延超 那一声叫 楊延超 楊延超 跳一下 她的脸当堂红了 事关她挂税二十多年 从来都是她点人的名字 没有人点过她的名字 今天就不一样了 她的三官大帅 徐形听令 她就要应卯 她连望回答 没将在 孟延听了 差点揭声 笑出来 穆瑞英一想 不管怎样 她是加工 在自己手下也很不方便 还是开心 于是穆瑞英说 楊延超 你这么大年纪了 镇守关城就够奴神了 不用随形听点 有时再请你 人来看座 多谢元帅 楊延我心想 我这个媳妇很会做 仲长官见到贵英办事情 色大体 个个都很高兴 遞着的名字 就是三官赴元帅岳姓 岳姓 岳姓一早就来到 穆瑞英说 岳赴元帅 镇守边关 那些劳虎功高 打阵的事 还希望你多多出力 是 穆瑞英跟着点下去 先锋官阳中保 下面没人认 穆瑞英皱实眉头 两边看 心想 哎呀你这个冤家 我挂帅你 你怎样这样 第一天你就吾某 那就是拆我的桌 他等了一会儿 还没人认 这个时候 中军官来报告 楊中保未到 穆瑞英 刻起了脸 说 将吴卯牌掛出去 是 楊陆朗的心急了 哎呀你这个小奴才 真是难为贵英 他如果要依法处置 你就要受罪了 如果殉尸处理 众长官不服的嘛 楊陆朗急得不得了 穆瑞英是一 一个个个点下去 孟良 赵赞 楊卿 岑林 柴杆 朗千 朗万 八者九妹 等等都点完 楊中保这个时候 已经进来了 楊中保 怎会现在才到呢 原来穆瑞 已经四更的时候 走了 楊中保当时醒 一看这么早 又闭嘴 等他再醒醒的时候 已经天亮大白了 他快快穿戴齐整 急急就扔他大将 隔远远就看到 吴卯牌掛在一树 如果是他父亲楊陆朗做元帅 他就能吓死 今天不重要 他想 元帅是我老婆 他怎么都会给我面子 他轻轻抬一抬手 我就没事了 他来到大将门口 棋牌官迎上来 小小声说 楊将军 你误了头卯 元帅发火了 行了 我知道了 港元大大步走入大将 见到穆桂英 他走了个礼话 末将参见元帅 穆桂英 啪一拍碎案 楊中保 你因什么事 误了点卯 末将因为贪奋 起身迟了 嗯 楊中保 误了头卯 该当何罪 楊中保想 啊 什么考我啊 考我不到的 跌带个个人 我阿嬷就教我背十七禁律 五十四斩 于是他流流利利回答 回本元帅 头卯不到 重打四十军军 二卯不到 重打八十 三卯不到 斩首示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军营之中千军万马 没有个军规就无法打仗 调动不灵 这就叫做不伐不斩不齐 第二 楊中保说得很流利 还说得自己聂 他都不知这样一来 激死穆桂英 穆桂英想 他这样轻视我 没有把我这个元帅放在眼内 如果我不秉公扮理 我怎能够服众呢 穆桂英一咬牙关 抽出一支凌箭 啪地向地上一吊 人类 将楊中保拉出去 重打四十分分 刀副手应声得令 夹着楊中保就走 楊六郎的心就称赞 好 执法如山 做得对 孟良的肉赤 哎呀 穆桂英 刚刚结婚三 打老公 那怎能够呢 于是联王说 袁相你别生气 我和楊中保求情 请袁帅瑞搖恕他 其实穆桂英也不舍得打他 但是不打不行 他说 孟将军 楊中保目无君己 理应受罚 不能够搖恕他 孟良心急 真是要打 破天门阵阵的用人的时候 打伤他怎麽算 他说 联王拉下这个 推下那个 他说 重委将军 快点去求情 否则中保再慘了 重将军听了联王上前行礼 原税开恩 我们愿意为先锋官立功负罪 各位 楊中保究竟有没有挨打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但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 楊中保因为误了某 穆桂英下令打他四十军棍 重将官都纷纷为他求情 孟良说 穆元帅 麻烦你打开功劳堡看看 看看我立了多少次功 我全部不要了 要来和中保免刑 穆桂英下看 除了杨六郎之外 各个将官都和杨中保求情 他就说 各位将军 本税第一日执掌兵权 杨中保竟然胆敢误卯 分明是他目无君亏 如果不重家责罚 将来必定会重犯 人类把他拉下去重打四十 这次杨中保真是怕了 他担高头望着穆桂英的心想 真是打的 孟良急到沉沉沉沉 猛暗暗和杨六郎打眼色 意思即是说 你是家公博 又是三官大帅 怨子大 你如果肯出声 那媳妇一定会给你面子 谁呀 谁知道杨六郎大家看不到 他心想 如果是我做元帅 我也要打他 杨中保被刀虎手拖到下面 按在地上 两个刀虎手举起轮轮 啪啪 一下两下打下去 杨中保正在咬牙关 一声 他心怒到穆桂英死死下 好啊你 等你退了帐 回到家 我再来和你计算 杨六郎演到儿子打得这么凄凉 心痛 低头不看 穆桂英见到丈夫捱打 你以为他不欲赤吗 一棍下去 就落在杨中保身上 就通在桂英的心头 四十军军打完了 行刑的刀虎手 将军军高高举起 请袁水艳营 推下 接着两个刀虎手 将杨中保夹了上来 大家看 杨中保不是刚才进来 那个瀟灑模样 头发散乱 满面汗水 耳开嘴 乱起雙脚 杨中保 打你冤枉不冤枉啊 杨中保咬住牙关 吾怨网 好 如胆敢重犯 再重重责乎 本帅被你十日假期 回去养殡 不冤枉 杨中保面黑黑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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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轨英又和众将官说 不久之后就要攻打天门阵 大家要加紧练兵 多立战功 是 那大家走出了岁阳 孟良说 哇 真是厉害 头那天是升将 老公犯了军规就熬了打 没人情讲 以后我们个个都要小心听令 没错啊 没错啊 那总将官散了之后 牧畏应留下杨六郎 他说 父帅 骇尔财疏学浅 领兵带队不称其绩 军队的事情 希望你老人家多多指教 杨六郎说 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尽我所知 讲你听 我们齐心协力 共破恶阵 然后杨六郎将辽国的名将谋士兵力情况等等 和牧畏应讲述了一次 牧畏应请了任道安礼求教破阵的办法 任道安礼将颜庸摆阵的事说了他听 后来他还祝负说 牧畏应说 牧畏应打天门阵非同而弃 贫道愿去各地请名将高手一起来坐阵 牧畏应非常欢喜 他说 多谢先长 但是不知道目前弟子应该做什么事呢 你应该先去打鬼魂阵 鬼魂阵带是阵门 公开阵门 才能够看见阵内的真正面貌 入阵之后 就再打青龙阵 接着又详细讲了打阵门应该注意的事情 牧畏应非常感激他说 多谢先长指点 使弟子顿开茅塞 当日 任道安离开了边关去请能仁这句不讲他 杨洛朗写了奏章给宋真宗 请求京城发兵派将 牧畏应处理完工事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 只见杨忠宝的派在床上 皱实眉头在谷起 丫鬟在他身边事后也不出声 牧畏应除了盔甲 换回妇女的装束 吩咐丫鬟走开自己坐在杨忠宝身边 他说 夫君你受苦了 杨忠宝另一块面不理他 牧畏应想看看他的伤痕 杨忠宝掩扎不让他看 牧畏应见到他还在生气 就亲自去除房 和他煮一碗燕窩粥 做了两碟忠宝喜欢吃的菜 杨忠宝用托盆捧到忠宝面前说 夫君你还在生气我 不要生气了 吃点东西 说完 把饭菜送过去 杨忠宝啪声踩身 一抬手把托盆打到地上 賤人 你眼内还哪里有我 开港又说男子为天女子为地 你败坏三纲五常 当着众将官来羞辱我 你分明想逼死我 从今之后 你走你的杨关道 我走我的洞墓桥 我们杨家母你这个妹子 扯吧你 说完劣手劣脚 走向牧畏应是想动手打 牧畏应怎么也想不到杨忠宝会这样 他很委屈 又难过 他含着眼泪说 原来堂堂的边关小碎 客客有名的先锋官 竟然是个鼠肚鸡肠 是非不清的人 就怪我木桂英错张女子当进马 见到小人当豪杰 我真是追悔莫及 杨忠宝一听他这样说 就更加火气大 豈有此你敢骂我 一字说一字举拳头就要动手 木桂英托着他的手肘说 你想怎样 杨忠宝 论家法 你我夫妻之间吵吵架 不算了什么 论国法 你是将军 我是元帅 我们应该秉公扮你 国是国 家是家 难道因为你妻子做了元帅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 请问 如果别人犯了法 应该怎样做 既然你和我是好夫妻了 你就不应该木无君规 叫我为难 木桂英说得真是句句在情在理 杨忠宝理屈词穷 但他就放不下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 所以他的嘴还很硬 你不要拿元帅的身份来吓人 你以为你这个元帅很厉害吗 你想厉害就厉害给人家看 不是我自己要留下你们的杨家 是你三次去木阿宅请我来的 好了 既然你这么后悔了 我也觉得很委屈 那我们从此分手了 说完 木桂英就要走出去了 哈哈 杨忠宝这次就怕了 他本来想拿回我威 发餐脾气就算了 现在看到木桂英说要走 上前去难又不好意思 他急中生子又整色整水 一摩棍伤喊起痛上来 哎呀 哎呀好痛呀我好痛呀 哎呀 木桂英见到这样 又心痛时又肉赤 他不但不走了 还走回杨忠宝身根说 夫君呀 开广又说一夜夫妻百夜恩 百日夫妻似海心 不是我不心痛你 事出无奈 千头洗到你皮肉受苦了 现在我和你陪你了 这几句说话说到杨忠宝的心 甜了 他说 这些不关你事 是我不对令到你为难 又我不敢了 那些瘟伤还痛不痛呀 有你在身边我就不痛了 那小夫妻你望我我望你 揭感笑了声就言归于好 过了三天之后 木桂英和杨延超商量妥当 除了留下杨延超守城之外 他要带着岳胜等等边关重将官一起出征去攻打天门镇 这些兵都是挑选过的 个个都是勇敢胆大体格强壮武艺良好的军兵 总共选了一万多人 又将杭龙木鞠成三瘟 中间这瘟三尺三寸长 木真是最好 用红丑包住 木桂英自己就背在身上 另外那两瘟就劈成二寸几长薄薄的木条 分发给每个事出就夹在耳朵边 哎呀 真是凌艳啊 杭龙木的香气捐入地瓜孔朱香里入心入肺的 这些军兵是格外精神爽利 带齐那些成索 盾牌 弓箭 挪鼓等等应用的物件 一切准备妥善了 木桂英带领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直奔九龙沙 一路上 这些军兵的士气很旺盛 大家都说有了杭龙木 这次不用怕那些妖魔鬼怪了 在前进的路上 遇到重要的路口就留下那些将军兵出把手 宋军一直来到九龙山前 即是上次木桂英刀斩白天龙的地方 竟然不见到辽军的伏兵和旗次帐篷 宋军就长驱直入 入到大山里面 气候信息漫变 刚刚天清气朗 只见飞来几片浮云遮着日光 一阵这么久就翻起大风 吹到那些树林好像海浪一声 从来一阵阵野兽的怪叫声 男女妖怪的惨叫声 吹到那些宋军兵净 驚起来不由自主放慢了脚部 交头接耳在那儿暗暗沉沉说 喂 今天是何时呀 今天是6月27年 記住啊,記住啊,明年今天就是我們的周年了 做什麼啊,說這些不利是的話 你聽聽,你聽聽,等一會,一定被鬼吃了 不用怕,我們有寒龍牧,神鬼都不敢賣來 你看看,我膽子比你大,一點都不怕 還說不怕,你的舌頭都不聽洗了 我冷而已 六月天時,冷什麼?你是怕嗎? 傻了你,我哪怕啊 木鬼已經聽見那些兵出這樣說,就高聲地說 眾軍兵,邪不侵政啊,我們有寒龍牧匹邪 不用怕他們,快點走 軍兵聽了,撞了膽,又硬著頭皮向前走 走啊走啊就走啊二里幾路,走入峽谷 前面的路七彎八卷,好像雞腸一樣 兩邊的樹林枝葉茂盛,字字咚咚都生 till架齒 冰摆在树林下面走 光线阴阴阴阴阴 地下的落叶、荒草都很厚 踩下去软爪爪,折折声 一不留神 踩在对的枪,整个脚都会插下去 行行行,突然嘔的声 有个军兵上,就跌了下枪 救命啊,有鬼啊,有鬼,拔着我的脚啊 旁边那个人连忙,突然拉回来 军兵吓得傻了 似似叔叔地向前走 一步都走不够半斤 如果再有什么动静 实行敌散都可以 但是木桂英有准备 下令说,纵军兵,击鼓鸣金 孟梁问了,敲锣打鼓做什么啊 木桂英说,那些山猫野兽妖魔鬼怪都怕响声的 金鼓齐鸣一定能冲散恶魔的 我这就试试了 杀时之间 平凌胖啊,轻胖啊,茶胖啊,督得胖啊 敲响挪鼓啊,震天动地 果然啊 听不到都怪叫声了 你冰出胆大了 眼睛不乱勺 只望着脚下的脑直向前奔 各位 天门镇的镇门 是108镇里面的鬼魂镇 因为是头一镇所以防范森严 十分之厉害 镇主是谁呢 那是天门镇总镇主 护国军司颜庸的掌门大徒弟黄梓 王子玲 副镇主 是大都督洪桂山 另外还有四元副将和七千辽兵 守卫着镇门 王子玲 就管山洞里面的鬼魂幽灵 洪桂山率领辽兵防守洞门 路的两旁就彭直着山西地形 埋伏了人马 有些人躲在树洞 有些人躲在大树上 有些人躲在草林和岩石边 他们都带着弓箭 准备阻击送兵 洪桂山是带着四元副将 就埋伏在镇门顶上那座山头 他们用山石砌了一道墙 墙上有箭眼 瞭望孔 又铺了些树子来到藝庄 穆桂英率领人马刚刚走入飞虎域 洪桂山就得到消息 他听说来了个女将打阵 轰了声就没有放在眼内 派人在山林里面发出怪声怪叫来想吓走宋军仗士 谁知道木桂英明金击鼓撞了军威 洪桂山是暗暗吃惊 啊 什么人有这样的自谋 他就立即传令 通知各处守备人马 郭敬其职 紧守洞门 木桂英骑着马 走在最前面 左有岳姓杨卿 右有孟良招赞 他望下四周围 见到没有其他上山的道路 就率领军兵直奔洞门了 走着走着 还有一里路就到了 赵赞细细声说 袁帅 你见不见到左边最高的那个山头啊 上次啊 有个妖怪就在那处出来啊 木桂英望一望 见到四周围的树木茂城 山顶上百云缭绕 没有什么奇异的地方 他就说 哦 我知道了 人马再向前行 朝阵的心方了啊 雙眼猛的尝尝山顶 走啊走啊 离开洞门越来越近了 辽军大都督洪桂山下令放战 斩战之间 在石墙后面道路旁边缘崖上面的敌兵一起放战 宋兵毫无准备 死伤的就不少了 当堂乱了 恶性他们怕木桂英被箭射身 就连忙冲到前面 武器兵器 打开那些羽箭 宋兵为了避开那些箭 就向路的两边闲 啊 怎么知道两边陷阱有埋伏的嘛 有些是躲在坑底 有些是被在岩崖上面飞下来的石头砍死 吓得宋兵四人乱走 木桂英见到两边都有伏兵 就命令狼千狼万 岑林柴干清除路边的埋伏 又命令阳卿率领一些人马 带着爬山繩登山鞋 爬到岩崖顶上杀死敌人的伏兵 又命令恶性调盾牌手来 挡着迎面射来的冷战 各位 既木桂英攻打鬼魂阵胜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节上一回 话算木桂英率领人马攻打鬼魂阵的阵门 遇到伏兵 伤亡不少 就命令狼千狼万 岑林柴干清除路边的埋伏 又命令阳卿率领一些人马 带齐爬山繩登山鞋 爬到岩崖顶上杀死敌人的伏兵 又命令恶性调盾牌手来 挡着迎面射来的冷战 但是这样 都能够守就不能够攻 辽兵在暗处 送兵就在明顶 所以送兵就处处处处在挨打的地位 岳青急到大汗临来 他说沐元帅 如果实在不行就暂时收兵 木桂英说 不行 今天打败了回去 士气必然低落 以后就无法再交战了 说完 他抬头一看 在山洞顶上插着一面大旗 写着天门阵三个大字 被风吹到啪啪声响 木桂英弯弓搭箭 最准绑旗那条绳 射到真是准 把绳射断了 那面大旗就跌了下地 这一战 惊动了副镇主洪桂山 洪桂山想 阵旗一倒就等于大阵被人攻破 不得点 联王派兵出 重新升旗 那个辽兵刚刚想扯醒 木桂英又试一剪 射中这个人的胸口 当堂八低没命 洪桂山手下有个副将 叫做多尔臣 原来这样人生气了 他一动手 流声赶血 三支飞镖 对着木桂英面门打过去 这一见木桂英哀哀的声 扑在马背之上 哎呀 袁水受伤了 多尔臣在上面 吭吭吭大笑 哇 吭吭吭吭吭 打死他了 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 这一见木桂英突然间十声坐起 双手一样打出三支飞镖 多尔臣真的发梦都没想到 他打出那三支飞镖 被木桂英又好像回礼 原封不动送回头 吐吐吐 面门一支 心口一支 小肚一支 上中下就割一支 真是打得混群了 打正多尔臣 多尔臣当堂整个没命 这阵时辽军大乱 洪桂山见到洞门难保 我心坊 真是失了洞门 汗燕秀和硬庸 还不拿我条命得了 他连忙带着三名富都督 百几名兵出就离开石墙 由秘密道路就落沙 什么秘密道路呢 秘密道路就在石墙上面 绑着几十条大繩 平时就站在山顶上来 紧急的时候用 一放下就顺着石墙 就吹得到地面了 洪桂山落山之后 拼命扔到洞门前 一字排开 守着门口 他这样一来 上面的辽兵就不敢再放箭 怕射到自己人了 趁着这个机会 穆桂英带人马冲上去 洪桂山狂叫一声 宋将 你们淡谈包天 敢来打阵门 扶阵主老爷在此 你别指望过去 一说完 他手举丁丁 罗牙棒就破过来 另外三名富都督也一起涌上来 一起来打木桂英 孟梁 举手举刀上前 对着他的颈一斩 喀 鲜血喷涌 人头落地 负阵主一死 那三个刀都放得手忙脚乱 有个家伙想逃跑 刚刚转身 木桂英追到他背后 连剑大部一刀就将他砍为两段 孟梁招赞也将另外两员辽将杀死 正所谓蛇无头不行 鸟无头不飞 辽兵就乱得好像倒下螺蟹一样 被宋军大杀一场死伤不计其数 木桂英想冲过去破阵门 突然间招赞大声喊 哎呀袁顺 毙了 个妖怪又来了 大家向左边山头一看 当头吓得疾了 只见 在黑眼光中出现了妖道 皮头散发 面目僧铃 手执保剑 口中念念有词 天门闭地门关 想要进阵仲美登天难 地门闭天门关 想要开门就死在山前 宋冰听了 吊转头就走 糟了糟了 腰怪又来了 木桂英见到 连王在身上解低杭龙木 大声叫 众军兵 我们有杭龙木 不用怕他的 这句说话真是靓 宋冰听他立刻停着脚步 不走 木桂英 本来想用箭射那个妖道 但是距离太远射不到 他心想 我打开阵门先 我看你怎么才行 于是木桂英怀抱 航龙木 吹马来到门前 这堆石门又高又大 半尺多厚 上面一边一个凸出来的鬼头 抹大嘴 那个嘴是盆这么大 你不懂的 你就算有九牛二虎之力 也打他门不开 但是懂得机关的 不必吹灰之力 就打开他了 木桂英的明白阵门的奥妙 要走过去 举起寒龙木 对着鬼头的嘴 啪啪 割点一下 里面机关的动动 只听见那些石门 向左右两面打开 门一开 在洞里面一阵冷风迎面 撲过来 吹到木桂英的战马 连连后退 那个妖道 看到洞门开了 惊了 保夕一飞 又起了一朵黑雲 眨了眼 他就影钟都不见 孟良 招赞他们 见到妖道 嘴了 洞门就打开了 高兴啊 大声地叫 杭龙木 真是好野 众计兄 快点冲进去 两个人一边 一边吹马 冲进阵门 后面的大队军兵 就跟着冲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洞里面冲出一只大鬼 一只小鬼 都是头上有独角的 身上是生母 大鬼小鬼 高举降叉 对着孟良招赞破壳过来 大鬼的降叉 对着孟良的面门刺过去 孟良一转身 蛤 躲避不及 被钢叉 两个尺 急剃在首瓜上 哎呀 孟良大眼声 拨马就走 同时呢 小鬼的钢叉 对着赵阵打过去 赵阵用枪一架 顺手一枪刺过去 刺着那个小鬼的心口 咦 什么软软软的 跟不进啊 哇呀 吓死了 招赞逃跑了 那小鬼追过来 举叉 正想刺过去 这个时候 穆桂英飞马赶到 举起航龙木 用足气力 对着小鬼球打下去 噢 把小鬼打低在地 这个时候 大鬼追到来了 用钢叉 刺木桂英的背脊 木桂英 马上 来个厄汉彩云 用航龙木 隔开钢叉 木桂英 跟着右脚一向 马踏蹦 战马顺势向着右手 转 避开了 大军一叉叉不动 他还想换招 来不及了 木桂英 舞起航龙木 对着大鬼的背脊 啪一下 打到井井 大鬼 叨叉叉叉 就跌了地 打到了大鬼 小鬼 木桂英就下令 进山洞 军组举起火把进来 洞里面 有阴风 吟 吐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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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近,渐渐渐渐看清楚 只见前面有两排恶鬼奇形怪状 有些头上是山角的,有些是披头散发的 有些是肚子倒下肚子,有些两只眼像灯似的 有些是身高两丈,有些像个玉球似的 有些手拿着哭桑棒,有些拿着招魂 有些人翻,又一个二个跳下,哀哀哀声的叫 那战马眼生,嚇到猛地叫,猛地退 送兵去,向后跑,这些恶鬼都跟着来了 木桂英勒着战马高声大叫,不准退后 谁退后,就按照临阵脱途论处 说完,他举起刀就向里面冲 那些恶鬼见了,又趕快向后退 离开宋军总是三丈多远 你退,就拒进,你进,就拒退 一抹到涌下涌下,嚇到宋兵的毛骨悚然 有些在着疑忍忍,这个又说 诶,话就说,寒龙木辟邪,你为什么不用得呢? 那个又说,什么不用得呢? 如果没有寒龙木,那些鬼早就撲上来捏死了我们 你不看见吗?那些鬼,当然离开我们三丈多远 是这样跳下跳下,不敢过来的嘛 孟良刚才被那些大鬼的钢渣刺了一下 幸好伤得不是很重 他初初是有些怕的 甚至见这些家伙就这样跳下跳下 他就说,老赵呀,不如我们也冲上去 他们就会跳下跳下,看他们怎样都好 说完,两个人一边战马就冲到恶鬼堆里面 哇,那些恶鬼呢,快把两个人围住了 有些用哭桑棒来打 有些用招魂来掃马眼 有些上前来捏你一下 有些伸出爪来挖你一下 嚇到招战大声喊 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木桂英拔出宝剑 一上前来为他两个解围 只见木桂英啪啪啪啪三几下 就刺伤了两只鬼 其余那些纷纷后退 有个吊颈鬼还想吓着木桂英 木桂英宝剑一举 对着他心口一刺 刺得真准呀,刺正他前胸 碰到那些吊颈鬼大喊一声 哎呦,痛死我啦 呜,啪啪啪,跌在地下 孟良听见他就说 喂,老招呀 什么鬼都会咬痛的 唉呦,怎么不会咬痛的 你乱说了,我们上档呀老招 不是鬼来呀,是人扮的 孟良港原跳落马 拿火把护得上身 向着吊颈鬼照照 哈,真是人扮的 原来那条腸腸那条腻 是用红布做了个桶 里面用竹灭来捐住 面上戴着面具 外面穿着烤袍 里面还穿着道袍来 原来那道士 这次孟良精神大声叫 中军兵不用怕 这些恶鬼含冷都是人扮的 快点将他们捉住 抢烂头功 说完两个人飞身上马 慢地追上去 那些恶鬼一看 吓不到宋兵了 你不走我走 坏仔走得摸了 走啊 走得快的已经去到那边的洞口 那一旦还有第二道石门难路 那些恶鬼为了逃命 按一按机翻来 打开了石门 大声叫 镇主啊 闭家火啦 镇门被宋兵公开了 话口未远 木桂英带着人马追到门前 突然之间 咚咚咚咚咚 炮声响 一标人马攔着去路 中间是个道士 披头散发 手执离劍 面目僧灵 身穿八卦袍 骑披黑色的毛泪 他大叫 呸 呸 谁破了我鬼魂阵啊 快点过来受死 木桂英 木桂英一看 这个家伙就在山头出现那个妖道了 他说 本帅木桂英 你装神犯鬼 算什么本事啊 本帅都下不斩无名之背 有胆的你就报个名出来啦 本先师得道在九顶铁叉山 八宝云光洞 师爷乃是海外教主金碧峰 师父是天门阵总阵主 大辽国分师岩庸 本先师 王子灵 桑门神就是我啦 讲完武器长剑 对着木桂英就冲过来 各位 原来这座鬼魂阵里面的恶鬼 全部都是颜容带来的那些道士办的 世间上哪里有这么多鬼啊 是不是呢 王子灵脚下的黑魂 是碾着那些硫黄 就弄出来的烟 远远看过去就好像黑魂片片 阵里面的大鬼小鬼 也是人扮的 他们身上穿着软甲 这种软甲是刀枪不入 就是派用棍打 所以招战用枪一刺 觉得软临临刺不入 木桂英用寒龙木一扮 他当堂就死了 没有寒了 现在阵门攻破 但王子灵装神扮痞也没用了 就唯有亲自上阵来要战木桂英 木桂英看到王子灵冲过来 迎上去打了三个回合 又虚仿一刀炸败撥马就走 王子灵以为自己很厉害 就跟着他追上去 眼看着追上了 木桂英放下大刀 在八宝囊里面扔出红蓉吐索 向空中一抛一落来 刚刚的套在王子灵的颈上 木桂英猛一用力 将他整个拉了下马 送兵 噢 这样冲上去 将王子灵就生禽活足 辽兵见镇主被禽 噢 走啊 就敲散了 孟梁朝震紧吹战马 徽兵向前追杀 追了一轮 看到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地带 远处是山峰 望过去隐隐约若若 看到有人在那儿行动 木桂英怕敌人有救兵来 连王吩咐打罗收兵 碰碰碰碰碰 罗响了 将士停住脚步 岳声问木桂英 木玄瑞 这条兵将他大败逃跑 将他杀敌梁姬 怎可以明禁收兵呢 木桂英说 现在还是摸不清阵内虚实 如果孤军深入怕中埋伏 有道理 就全力撤出阵门 杀时之间 后队变前队 对头变对尾 从沿路退出洞口 今天这场仗就打得好了 狼千 狼万 沉临柴干四元大将 就将两边山坡上的敌人打败了 杨卿将阵门颈上的伏兵打散 都来到见木桂英交令 孟梁朝震高兴了 哈哈大笑 他说哈哈哈哈 这还是我们的疾谱 沉得 木桂英带领大队撤出了飞虎鱼 在离开九龙山二十里的地方 安营扎宅 派人送信给杨延超杨元帅 打了胜仗了 全军兴和 汤朱汤阳号上三军 过了几日 要打青龙阵了 木桂英早就定下了妙计了 他派先锋官杨宗宝 和七夫人杜金娥去出战 这样点仗 众将官有点不明白了 这处有百元战长 为什么派杜金娥呢 杜金娥接过大令 木桂英又对他说 七审娘 这里有一个字条 请你带在身边 危急的时候再拆开来看 杜金娥接了字条 葬在自己的百宝囊里面 辞别了木桂英就走了 杨宗宝的心意不高兴 他就埋怨木桂英 我的笨伤都没好得齊 就派我出战 方式又不派我大仗跟着 偏偏叫七审娘和我一起去 七审娘虽然刀法不错 到底是个女人 驮手蹬脚 不是跟我添麻烦 不知道老婆打什么主意 没错了各位 木桂英打什么主意 欲知后事如何 扯听下回分解